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岳飞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家喻户晓的传奇英雄 从大家所熟知的张回小说《说岳全传》到广播评书《岳飞传》 再到近些年来层出不穷的影视歌作品 说岳飞 唱岳飞的历史传统从来没有中断 人们把对他的无限敬仰全部融汇到了对他传奇故事的解读和欣赏之中 为什么一个仅仅只有39岁的短暂生命的光芒 能够穿透将近900年的岁月而照亮人们的心 为什么那些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 几乎被我国所有的艺术形式所钟情所表达 是因为他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军事智慧 还是因为他文臣不爱钱 武臣不惜死 天下太平以待社会理想 是因为他还我和山的豪迈气货 还是因为他尽忠报国的人生追求 解读史书里真实的岳飞 寻找制造千古冤案的元凶 百家讲坛栏目 邀请河南大学王力群教授 为您讲述系列节目 中国故事爱国篇之岳飞 岳飞是1141年死于杭州的风波亭 一个人死去以后 在八百多年以后 人们还能够念想他 这个非常不容易 我可以举出两个例子来说 第一 叫文学作品层出不穷 我们看岳飞去世以后 岳飞是死于宋代了 从元代开始 我们就可以看到 元代最有代表性的文学形式 是杂句 元杂句有一个地藏王 争东窗室犯 这个杂句写的就是岳飞的事情 到了明代 明代的戏区 叫传奇 另外明代有小说 大家知道明代是戏曲小说 非常繁荣的这个时代 这个时代的传奇中间 有京中记 小说中间 有大宋中兴通俗演绎 岳母墓王京中传 岳武墓晋中报国传 这是明代比较有名的戏剧歌小说 到了清代 还有长篇张回小说 说阅全传 这个说阅全战 流传的比前几部小说更广 到了上一个世纪 八十年代 著名的评书家 刘兰芳 借助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播放了他的长篇评书 岳飞传 那个时代 刘兰芳讲评书 岳飞传的时候 可以说是万众聆听 就是说一代一代的人 都在用各种文学形式 用戏剧 用小说 用评书 用各种不同的文学形式 在传送着一个人 这就叫不朽 第二个例子呢 就是岳庙 全国邻里 岳庙就是祭奠岳飞的庙 我们简称为岳庙 现在全国各地的岳飞庙 可以说是多得不可胜数 最有名的有三座 其中有两座是在河南 一个是在岳飞的出生地 河南汤茵 有一个岳飞庙 非常有名 香火很旺 这个岳庙现在还正在扩建 第二个 是河南开封朱仙镇的岳飞庙 因为岳飞和朱仙镇的关系很密切 所以朱仙镇的岳飞庙 也是全国三大岳庙之一 第三个 就是今天杭州西湖的岳飞庙 这三大岳庙 是在全国所有的岳庙中间 香火最盛 名气最大的 一般人们来到这个地方以后 都要去岳庙祭奠一番 所以我们可以说 岳飞是一个家喻户晓的英雄 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民族 遭受外来侵略的时候 很多知识人员都拿岳飞做榜样 拿岳飞来激励自己 抵御外辱 人们为什么要纪念岳飞呢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觉得中国的老百姓之所以到今天还纪念岳飞 不外乎两大原因 第一 岳飞死得很冤 39岁死了 死得很冤 所以很多人对岳飞充满了同情 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是因为岳飞他的一生建立了不朽的攻击 这两点就是我们今天人们怀念岳飞 纪念岳飞非常重要的原因 那么岳飞死的时间是什么时间呢 是南宋绍兴十一年 这一年南宋和当时的对立的另一个民族政权 就金 向金人请求签订和合约 两个民族都不要打了 签订和合约 当时金朝考虑到自己的力量 还不足以完全把南宋吞灭掉 所以在考虑到双方力量的对比以后 金人也答应和南宋议和 但是在议和之前 金朝的一个重要讨债 叫完颜无主 也叫完颜宗碧 他给当时南宋的高宗手下的宰相秦桧 写了一封信 说你一个劲的写信 想让两个政权议和 但实际上呢 岳飞考虑的是要收复河北 收复实地 一定要杀了岳飞 你才能够议和 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 首先提出来杀岳飞的 是南宋的对立的政权 金朝 而秦桧怎么想呢 秦桧也认为 如果岳飞不死 那么最终会耿合议 最终会阻止这个合议的坚定 而且自己也会受祸 所以立主要谋杀岳飞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来 岳飞之死一定是一场冤案 当年已经失去半壁江山的南宋朝廷 在金朝的灵力攻势下 局势动荡 朝廷百官也分成了主战和组合两派 作为主战派代表 又给敌人重大杀伤的岳飞 当然就成了敌人的眼中钉 为了苟且投身 不惜自毁长城 驱从于敌人意志的南宋朝廷 又会如何对岳飞下手呢 我们看一看南宋政府杀害岳飞 所走的三步曲 第一步叫解除兵权 因为岳飞当时是统兵的大将 所以绍兴十一年 就在这个签订合议的这一年的四月 当时南宋政府就把他一线作战的几个大将 比如像张俊 像韩志忠 像岳飞 这些人统统召回京城 召回到京城来 来了以后让他干什么来 首先让他们解除了他们实际的掌军权 然后让他们在南宋中央政府的疏密院任职 岳飞任的是疏密院的副使 疏密院是个什么机构 疏密院就是南宋政府的最高军事机关 在这里担任疏密院的疏密副使 官位虽然很高 但实际上已经没有兵权了 所以杀岳飞的第一步是解除他的兵权 在岳飞手握重兵的情况下杀岳飞 秦桧不敢 他不敢这样做 这是第一步 这是四月份 把他的兵权给解了 第二步 叫薛纸为民 就是把他的职务再给解除掉 就是把他的军职给解除掉 就这一年的五月 因为四月开始解除兵权 五月回到京城以后 秦桧就指使他手下的一个人 这个人我们还要多次提到 这个人叫莫七歇 指使莫七歇这个人上书 弹劾岳飞 什么罪状呢 是岳飞不听朝廷的调遣 以不从军令为由 要求罢免岳飞的树密副使的职务 五月上书到八月份 岳飞越罢职 罢职以后 岳飞就任何官职没有了 既没有兵权 又没有任职 他就回到了江州 就今天将西九江 第三步 无限谋反 岳飞 离职以后 那么秦桧并没有 罢首 秦桧怎么办呢 秦桧就勾结了 当时的一个重要的将领 叫张俊 张俊是南宋中兴的四大名将之一 当时岳飞 张俊 韩志忠 刘光世 这是当时的四大名将 而张俊为什么给岳飞结了有梁子呢 因为岳飞原来是张俊手下的一个部将 后来岳飞因为军功升上来以后 独立领立制军队 给张俊平起平坐 所以张俊心里就不太舒服 在这种情况下 秦桧就勾结了张俊 而且塑使了岳家军 就岳飞手下的两个将领 一个叫王贵 一个叫王俊 让这两个人 首先去诬告岳飞手下的另一个重要将领 叫张献 不告张献干什么呢 说张献想谋反 张献要在襄阳造反 通过造反以后 夺得兵权 还给岳飞 而且说岳飞的儿子岳云也参与了这件事情 他给张献写了有信 这就是谋杀岳飞的所谓的证据 到10月13号 岳飞岳云父子奉命来到京城 被投入大理寺监狱 到了监狱以后 就要审这个案子 实际上岳飞不知道 这是一个精心策划的杀害他的阴谋 首先让玉士忠成何柱 来审史宗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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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 宗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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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以就要深入腹 何柱非常震惊 他从来没看到一个大将军 一个大将身上刺了 尽忠鲍膜四个字 然后再查一查这个案子 并没有其他的佐证的材料 所以何柱再才知道岳飞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 他就报告给秦桧 秦桧说这是上义 所谓上义就是宋高宗的意思 这是皇上的意思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 岳飞之死确实是一个冤案 这个冤案的形成很明显是由于金人要杀岳飞所致 那么这种情况下审不下去了怎么办呢 秦桧一看 这个何柱不愿意判岳飞的罪 就换了莫其歇 莫其歇指指岳飞是两大过失 一个过失是指指圣语 第二大过失是做官胜负 指指圣语是指岳飞指着皇帝的车架 指着皇帝的车骂 等于是直接骂皇上了 这肯定是杀头之罪了 第二的是做官胜负 就是不听皇上的调遣 不听中央政府的调遣 擅自带军行动 以这两大罪名加在岳飞头上 这件事情搞得很多人不满意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韩世忠 我们现在根据宋史岳飞传的记载 韩世忠不平 当时南宋的另一个大将 韩世忠心里非常不平 直接找着秦桧 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秦桧说 非子云与张献书虽不明 岳飞的儿子岳云和张献 这个互通书信的虽然不明 其事体莫虚远 但这件事很难说 他没有 或许有 这个莫虚有就是莫虚有 世忠月 莫虚有三字何以服天下 你用莫虚有三个字 怎么能让天下人服你呢 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许多人不满意 主审官认为他不识 大将认为他不识 就在这种情况下 秦桧还是写了个纸条 就在绍兴十一年的除夕 写了个纸条 送到监狱里去 当时岳飞就被杀了 岳飞死的时候 39岁 当这个岳飞死了的消息 传到金朝的时候 金朝的大臣们说了一句很有意味的话 叫何以自此皆宜 这个宋经的和约 从此以后就可以落实下来了 这个和约就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绍兴和议 这是一个很屈辱的一个和议 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件事情 就岳飞之死 因为岳飞死得很冤枉 主审官 当时的大将都不认为岳飞有罪 而秦桧最后是以莫须有的罪名 把岳飞给杀掉了 所以到今天为止 人们始终认为这是一个冤案 当然二十年以后 到了绍兴三十二年 孝宗继位就给岳飞平反了 而且赠给他十号 到宁宗朝又追封他为俄王 这是我们要讲的第一个问题 就岳飞死得很冤 这是导致我们今天 中国老百姓纪念岳飞的非常重要的原因 第二岳飞是一个爱国大将 我们讲完岳飞之死以后 就存在了下面的问题 那么金朝为什么必须要岳飞去死呢 南宋政府为什么要配合金朝去杀岳飞呢 这两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 这两个问题关系来个什么问题呢 就岳飞一生究竟干了什么 岳飞的一生到底都干了什么 我们简单的梳理一下岳飞的一生 我们会发现岳飞的一生啊 大体上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叫投身从军 因为岳飞是公元103年 也就宋飞宗的崇宁二年出生在河北西路向州的汤印县 就今天河南的安阳的汤印县 他出生的以后呢 就赶上这个北宋灭亡的那个时代 到了宋飞宗宣和七年 这个金人就开始大举南下了 第二年 1126年到1127年 北宋就灭亡了 当时当北宋的都城被包围的情况下 宋徽宗传为给宋钦宗 宋钦宗就送了一封密信 给当时的这个康王赵构 叫康王赵构 做了兵马大元帅 召集天下的兵来秦王 所谓秦王就是来保护中央政府 在这种情况下 岳飞参军了 岳飞是响应这个号召 投身参军 抵抗金兵 在他从军之前 他的母亲在他的背上刺了四个字 这四个字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叫尽忠报国 第二个阶段 就岳飞担任低级将领的阶段 岳飞早年从军的时候 只是做了一个很低级的将领 他刚刚从军的时候 打过两次小仗 都打赢了 显示了他的胆势和他的武功 金康二年 也就是公元一一二七年的四月 北宋的都城汴京 被金人攻破 灰青二帝 加上二十多个皇子 还有皇宫的所有的嫔妃 加上中枢的大臣 统统被金人一裸而走 在这种情况下 五约初一 康王赵购 在应天府 就今天的河南商丘 即位称帝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宋高宗 高宗即位的时候 岳飞当时是一个很低级的 级别很低的一个军人 岳飞在这种情况下 给当时正准备难迁的高宗赵购 上了一封奏书 这封奏书中间明确提出来 不能够难迁 说你就是登上皇位了 登上皇位 国家有了主人的时候 有了国君 这个时候你首先应当去伐敌 定下来伐敌之谋 而且各地秦王的军队 一天一天聚集到了这里 而对方呢 又没有知道我们有这么多军队 所以他们还认为我们很弱 比较懈怠 成了这个机会去打他们 是个最好的机会 像黄浅善 汪伯燕 这些人 这都是投降派 他不能够成圣意 去恢复中原 而只想着奉车驾 向南走 恐怕不足满足中原 百姓的心愿 那么臣愿陛下 趁着敌人的阵地 还没有巩固 应当亲率六军北渡 那么这样 将士作弃 中原可否 这段话我们很长 我们为什么要引他 因为这段话非常重要 他显示了岳飞和宋高宗的第一次矛盾的纠集 高宗和岳飞的矛盾在什么地方 第一次矛盾就在于高宗要南迁 要迁都 向南 从商丘 跑到扬州 从扬州 跑到建康 接近南京 向南跑 避免金 金兵的锋芒 而岳飞主张的是 不能迁都 应当固守中原 和金人作战 那么当然 岳飞的话 高宗是听不进去的 所以高宗下面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是一路难逃 先逃到 从商丘逃到扬州 到了扬州 十月份逃到扬州 十二月份 金兵又南下 到了 建延三年的二月 金兵大举进攻扬州 宋高宗就逃到了镇江 又从镇江逃到建康 就今天的南京 又从南京逃到杭州 把杭州改名叫临安 然后再从杭州逃到粤州 就今天浙江的绍兴 到了十一月逃到明州 就今天的宁波 十二月 干脆从明州坐着船 逃到大海里去了 可以说宋高宗是一路难逃 金兵是一路追杀 一直到 建延四年的二月 这个金兵由于 一直追到今天浙江的宁波 战线过长 补给不足 后方又不断 被宋军和各地的义军去吸扰 他的保障供应不上 被迫退兵 这才导致 这个宋高宗得以喘息 重新回到临安 这一个阶段 岳飞只是做一个 低级五官的阶段 虽然也打了些仗 但是这个还不足以影响整个全局 第三个阶段 是创建岳家军 创建岳家军是源于什么呢 源于健康的尸首 健康尸首以后 岳飞的上司 岳飞的上司原来是宗哲 宗哲死了以后呢 是杜冲 这个杜冲 作为岳飞的上司 在健康尸首以后 杜冲投降了 杜冲投降以后 岳飞不降 所以岳飞就开始领着自己的部队 从东京 创建岳首府 带来了两千人 开始了独立作战 这就是所谓的岳家军的前身 到了第二年 就建岳四年的四月 岳飞打了一个不小的胜仗 就是在健康东南的牛洞山 射服这一仗大败金军 岳飞收服了健康 这是岳家军成立以后 打的比较重要的一次仗 岳飞升平的第四个阶段 是升任高级将领的阶段 升任高级将领呢 是在韶兴四年 也公元1134年的五月 岳飞率领军队 收复了襄阳六郡 这一次战斗 把长江以南的金兵 全部减除殆尽 导致宋金两家是以长江为戒 长江以北是金兵 长江以南为宋兵 岳飞由于离着这个宫 所以在八月份被授予清远军戒度史 这是岳飞开始担任高级之官了 这个时候岳飞才三十几岁 也可以说是这个两宋历史中间 第一个最年轻的戒度史 这以后岳飞又开始升 重信军戒度史 他的职务了不断的上升 到绍兴七年 被封太尉 公元1140年 也就是南宋绍兴十年 在休阳传习之后 北方金朝政权内部发生政变 金兵竹掌握大权之后 立即领兵南下 试图一举灭掉南宋朝廷 危难时刻 岳飞奉命率兵北伐 这次北伐 虽然岳家军捷报平传 但岳飞却由此陷入了 巨大的矛盾和危机之中 绍兴十年这次北伐 岳飞打得很顺手 他把当时的陕西的东南部 和河南的西部 向蔡州 向鲁山 这些地方都掌握住了 都掌握控制在这个宋军的手里面 在这种情况下 宋高宗派了一个大臣 这个大臣呢 叫李若虚 他的官职是司隆少卿 派李若虚 是个岳飞传达一个命令 这个命令很简单 就一共只有九个字 叫并不可惊动 一切斑施 高宗在阻止岳飞的 本来岳飞是觉得金兵撕毁了协议 南下进攻这个宋军 刚好是收复实力的机会 所以率军渡过 就一直打到河南了 结果打到河南以后 宋高宗下令叫岳飞班师 这是宋高宗跟岳飞第二次发生 尖锐的矛盾 一个要收复中原 一个要他班师回朝 两个人的矛盾再次出现 当然岳飞这次没有听高宗之令 一路北伐 最后一直打到金无主啊 就是这个完颜无主自己都哀叹 看山翼看岳家军南 就觉得岳飞这个军队太难了 这一场北伐 岳飞连续打了三场胜仗 分别是 岳城大截 尹长大截和朱仙镇大截 但是这三战 特别是朱仙镇大截 本来这个朱仙镇已经属于开封 这个东京所管辖之地啊 为什么今天在河南开封朱仙镇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岳飞庙来 就是因为在这个地方 岳飞这个北伐的时候 曾经在这打过一次大胜仗 这个时候里 收复京城开封 已经在咫尺之遥了 因为朱仙镇里开封城很近很近 但这个时候就有了 所谓的我们听说的十二道金牌 招岳飞班师 换句话说 收复京城已经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了 高宗严令岳飞班师 岳飞最后说了两句话 十年之功废语一旦 岳飞认为自己十年来 急需兵力北伐的这个成果 最后就因为撤兵而全部 当然岳飞回去以后 紧跟着的就是一连串的这个迫害了 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出来这是岳飞给高宗之间 实际上是有着很深的矛盾的 岳飞的一生如果要我们概括起来的话 是两个词 第一个词叫抗金 第二个词叫复国 抗金和复国是岳飞一生的事业 他一生要干的就是这么两件事 一个是抗金 一个是复国 在抗金问题上 宋高宗和岳飞有相同的地方 也有不同的地方 岳飞的抗金是主张把金人赶走 收复失地迎还灰青二帝 这是岳飞抗金的主张 所以他抗金的最终目的是复国 抗金只不过是一个手段 通过抗金的手段达到复国的目的 这是岳飞的抗金和复国 高宗也主张抗金 所以岳飞早期才能从低级五官 上升到高级五官 这个过程中间和高宗的目标是一致的 但是高宗的抗金目标不是复国 高宗抗金的目标 很显然是巩固地位 保住半壁江山 这是总高宗的目的 两个人在这方面 有很大的分歧 战功赫赫 悲剧人生 千秋公罪 自由后人评说 如何理解历史评价中的忠语奸 谁才是罪魁祸首 中国故事岳飞传奇 正在讲述 围绕着岳飞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评价的问题 对岳飞的评价 过去人们往往用忠和奸 这两个字评价岳飞比较多 认为岳飞是忠臣 秦慧是奸臣 所以忠奸说 在相当一堂上之类 大行其道流传的很广 我们现在要看看杭州的岳飞庙 还保留了一幅很有名的迎联 这个迎联的上联写的是 青山有幸埋中谷 下联写的是 白铁无辜住宁臣 青山有幸埋中谷 埋的就是岳飞 因为岳飞死了以后 一个狱卒冒着生命危险 把被害的岳飞偷出临安 埋葬起来 临死之前告诉了自己的儿子 二十年后 当岳飞平反的时候 这个狱卒的儿子 向当时的皇上报告 说岳飞的遗骨在哪 然后才把岳飞的遗骨 遗葬到西湖 七霞寺 所以今天在西湖的这个岳庙中间 有这幅迎联 这幅迎联讲了很清楚 所谓青山有幸埋中谷 就是认为岳飞是个忠臣 夏莲 白铁无辜住宁臣 宁臣就是奸臣 因为在岳庙中间 这个永远跪着四个铁人 这四个铁人是秦桧夫夫 张俊 还有那个莫齐歇 就这四个人永远是在那铁柱的 在那跪着 所以这个中间之说 应当是流传非常广的 人们在说这个中间 谈论这个中间的评判的时候 自然而然的就把岳飞之死的责任 放在了秦桧的身上 但实际上岳飞之死 是不是秦桧所为的呢 和秦桧有多大的关系的呢 我想我在这里边引一段 很有名的词 这个词的据说是明人文征明所写 岂不念江起簇 岂不念灰清入 但灰清既反死身何属 千载修谈难度错 当时自怕中原妇 笑区区已会 以何能逢几欲 这个词很巧妙的地方在说什么呢 什么意思呢 你难道不想一想 江崎啊就是国土 处就是缩小 你难道不想一想 这个大宋的国土缩小到这么一个程度吗 你难道不想一想 灰宗亲宗两代皇帝在经国受那种属辱吗 但是如果灰宗给亲宗返回了以后 此身 这是用送高宗赵构的口气说了 如果灰清二帝回来 那么高宗赵构会怎么样呢 那你很明显要把什么呢 要把地位交给你的哥哥 交给你的父亲 所以千载修谈难度错 不要再说难度错不错 当时自怕中原妇 这是劫世宗高宗赵构的心理 这个高宗最害怕的是收复中原 一旦收复中原 他爹回来了 他哥回来了 他爹是送徽宗 他哥哥是送亲宗 这两个皇帝回来了 他怎么当皇帝 所以这个词的作者说 笑区区以会以何能啊 人们都认为是秦桧搞的鬼 一个小小的宰相有多大的能耐了 不过是这个宰相 他迎合了高宗赵构的阴暗心理罢 这首词 应当说把宋高宗赵构的阴暗心理啊 解释得很清楚 我们从这次看得出来 高宗赵构之所以要杀害岳飞 之所以要阻止岳飞收复中原 其实最害怕的是什么呢 怕他哥回来 怕他爹回来 一旦他哥他爹回来 他的皇帝位子就没有了 这就是宋史岳飞传最后有一段 很精荡的评论 盖 非与会势不两立 使非得志 则金臭可负 宋史可雪 会得志 则非 有死而已 高宗忍自欺起中原 故忍杀飞 无辜冤在 无辜冤在 这个宋史岳飞传最后这段话 讲得很清楚 他认为 岳飞给秦桧两个人 他们的政治主张是尖锐对立的 两个人政治主张完全不同 一个要收复中原 一个不允许收复中原 这是秦桧跟岳飞 最集中的矛盾 就在这 如果让岳飞得志的话 中原可以收复 金筹可以得报 宋史可以雪 如果让秦桧得志的话 那么岳飞只能够死 既然如此的话 高宗既然放弃了中原 所以他就只能够杀岳飞 所以岳飞之死 是个天大的千古冤案 如果我们这样来看 那么我们就明白 岳飞之死 其实真正的幕后的凶手 是宋高宗 高宗是真正的凶手 秦桧是个什么角色 秦桧不过是高宗杀害岳飞的一个帮凶而已 一个很不光彩的帮凶 这应当是我们今天看这个事实的 看得比较清楚的一点 以上呢 我们介绍了岳飞的一生 和岳飞的最后被冤杀 和他被冤杀的原因 这一讲 我们就讲到这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